柯文哲聲稱金華城容積率暴增到840% 今年三四月才知情 台北市議員解書培 直接秀證據和狠打臉 这一份送公展的公文 柯文哲一共盖了六个章 还清签日期 内容清楚提到 给予奖励容积 不得超过基准容积20% 加上容积转移之后 以基准容积50%为上限 就是因为柯文哲盖了这个六个章 才送给金华城百亿容积 不要再装不适智 你是智商157的台大教授 有一点自尊 有一点尊严好不好 周刊更揭露 检调掌握2020年四月一份 关键便签 柯文哲拿出金华城容积率 和楼地板面积差异比较文件 转交给彭正生 便签上写下图彭富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原则很简单 公务员不坐牢 柯文哲还签名KO 彭正生随后转交都发局处理 没隔多久都发局也上签表示 自行跟金华城合议 回复一万两千多平方公尺的 楼地板面积 李正浩更秀出 2020年二月二四号 都发局上签公文 当中载明容积率 不得超过五百六十趴 同时公文也提醒 若答应金华城条件 会有土地金华城争议 柯文哲甚至亲笔签名 要求速审速决 柯文哲法庭上神诚不知情 躲避土地罪 现在被更多证据 逐一扶上台面来打脸 白子黑字公文 他在眼前用印和签名 恐怕不是柯文这一句 今年才知道 可以超帅带过 三立正王晨英 岳文台报导 金华月 inky官方 似乞 并不得 并不得